我们今天所有的资料 一样除了上科会录以外 那所有我们的资料 各位手边是不是有拿到一个 新制度的版本对不对 你有没有参加过哪个演习 一张纸就解决了 我就可以领钱就 sayonara 大家有没有很吵衰 其实呢 简报因为比较多张 所以我就放在这边了 我就放在这边了 那所以您回去的话呢 您可以到这个网站 这是一个翻转学习的平台 那不管是在国中小也好 在大专院校高中子 其实都蛮适用的 一般来讲大部分 我先调查一下好了 请问同学 你觉得你们学校的数位学习平台 好不好用 要讲真话 我问老师好了 问老师也是有很准的 请问老师自己觉得 你喜欢学校的数位学习平台吗 大部分都是一个问题 老师一定会用 因为学校不一定 对不对 可是大多数人都觉得不好用 为什么不好用 因为到最后都只是那样 同学教出来的地方 看了就讨厌啊 干嘛 怎么可能会想要去用它 对不对 那所以one note这个其实有机会可能 下次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 那所以我平常上课现在都是用这个 但是学校的我还是用 只是我把学校的导到这边 让它能够比较专注在 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看我平常上课的方式 那么各位呢 您回去之后呢 或者现在也可以啦 它也有手机版的 反正你连到这边之后 one note这个是1234的1 我再放大一点 可能这样后面的看得比较清楚 好前面是1234的1 know.net 那您进到这个网站之后呢 您有几种选择方式 一个是用访客的方式登录 这是one note的一个很好的产信 就是你不用注册 我也可以进去 好反正取得一个代码就可以了 那您看到我们在这边 因为我现在萤幕比较小 所以我把它稍微 正常各位平常在看的话 会是像这样子 有没有有个选单 好那你就直接用登录的 就是可以去注册一个 这边的同学可能 或老师可能这样会比较看不到 我放大一点 这样可能比较看得到 那比较正常的方式是这一种 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用车的反课 那么您进到这边之后滑过去 你可以直接按一下这里 就可以取得这个反课的代码 它会给你一个发挥数的 那么你只要把这个代码记下来 下次呢 再来的时候就直接在这边直接输入就好了 那你的学习记录 包括你有加入过的一些群组 你有做的笔记 它可以在上面做笔记 好你有阅读过的内容 所谓的学习记录就留在上面 你就可以继续学习下去 好就可以继续学习下去 所以我这边呢 我给您直接用一下 您就可以看到好 好点一下 有没有这边就产生一个反课代码 对不对 那这个代码反正多忘几次也没关系了 哈哈哈 它也不怕你用了 它也不怕你用 所以呢 您这样子ok进去就好了 那么万一有些人在这边马上就忘记它代码 对不对 有人还记得我那个代码吗 哈哈哈 没有人理我吧 对不对 不是啦 因为那是我的代码 又不是你的代码 所以当然不用记 但是没关系 您看一下右上角这里 有没有发现进去之后上面还有 所以不用担心啦 万一那个错过了 竟然就还是看得到 还是看得到 那我们的资料呢 会放在哪边呢 在这里 您进来之后会在这个 不过现在这里有一个比较讨厌的 受伤彩妆 那个是在那张照片 大家看得会有那个 哈哈哈 虽然是很真实啦 但是这两天一直看到它 很小把他进去挤到后面去 来 各位进来是在课程这里 但是我们的资料是在群组 所谓的群组就是我们讲的班级的概念 因为我把每一个研习都当做一个什么 都当做一个班级在经营 当做一个班级在经营 所以我们资料放在这边 那您进到这边之后呢 就会看到我们的 在第一位 因为通常我都是在最后一刻 才把我们的课程开放出来 我都会公开啦 反正今天公开的就不会再收起来了 就不会再收起来 所以 所以你在这上面可以看到很多我的 我的资料 那你想要加入 随时欢迎加入 不用担心开错门 进错教室 不喜欢可以随时退错门 这个是OK的 那上面一样是有那个录影片 你点进去之后 在右上角这边会有一个叫做加入 右上角那边有一个加入 你再按一下加入 这样就进到我们的这个平台里面来的 那我们所有的资料 包括像简报啦 上课录影片啦 都放在这边 都放在这边 那您进来之后呢 在上面这里有一个叫任务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最主要放资料的地方 这个地方 在上面这里有要任务的 您点进来之后 你会看到比如说延期的讲义啦 跟Mock相关的课程 有没有 我都帮你整理在这里 那您只要把这个单元点一下 这里点一下 里面的资料就会历審出来 就会历審出来 所以像这样子点开 你就会看到我们所有的内容 所有的内容 所以这个是先简单 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今天研写的部分 那如果呢 您要看一下我的一些资料的话 您可以用关键字档 书文老师也可以 或者我们的OneNote平台右手边 我有把那个连结加进去 在这边 这里有一个连结 我们今天所有用到的 就是新制图上有用到那些软件 都不用钱 你不要问我汇款账号在哪里 我没有办法提供给你 我没有办法收钱 但是那些软体的连结 包括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威力导演13 其实官方就有一个免费版本 如果您想用 就是比较标准的剪接软体的话 比如说老师像我一般在那个会做 所谓的蓝绿木区背 您如果要入魔会是很在意背景 好好看的 那您这个免费版就可以有这个功能了 那么您再往上走呢 往上走这里有档案 这里有档案 档案的部分就是我们今天介绍到的说 所有软体 您在新制图上 从看到的软体这边都有 都可以直接下载 都可以直接下载 绝大多数都会有免贩装版本 免贩装版本 所以通常你减压之后就可以用 当然有部分是要安装的 那就没办法 这个是先跟老师稍微说明一下的 那您点到我的部落格的话呢 这样就可以看到了 那我在上面的话 其实就是会介绍比较多一些 跟教学比较有关的 跟教学比较有关的 或是一些经验的分享 那你看像现在第一篇就是 有关于线上免费 对我们等一下 我们会跟各位介绍 连软体都不用帮我 唯一的限制就是要网路 没有网路就没办法 除非你要付费 好 除非你也付费 那它有另外的 所以大致上是这样介绍 这样有没有问题 可以 好